1月12日,山东省宾州市邹平市寒天镇大白村村民反映 近日村干部发布通知,要求小麦种植户购买保险 购买保险者将不能领取小麦补贴,这引发部分村民不满 1月12日,邹平市寒天镇大白村村民刘先生话姓告诉记者 1月11日,大白村村委会负责人郭某在村民微信群发布通知 要求所有小麦种植户、小户这两天缴纳小麦保险,每母6人 通知还称,根据上级安排,不销保险就不报小麦补贴 我认为这个政策不合理,我今年就没打算买小麦保险 因为我们这里小麦遭遇自然灾害的情况很少见 万一发生自然灾害,我愿意自行承担后果 有村民表示,记者随后联系上大白村村委会负责人郭某 他表示,这几天确实是在收小麦保险 但否认了不买小麦保险,就不能领取小麦补贴的说法 随即挂断了电话 韩天真政府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当地政府部门确实出台了,努力农民自愿购买小麦保险的政策 往年村民购买小麦保险的情况比较普遍 超过80%的村民都购买了 该工作人员表示,农民购买小麦保险和邻居小麦补贴完全不关联 可能有部分村干部对相关政策理解不透彻 有偏差,向群众解释不清楚,导致村民出现误解 而且,政府向小麦种植库发放小麦补贴,不通过村委会和村干部 只直接发放给村民,村委会和村干部干预不了此事